幼兒的心清淨無染 教育良善 孩子就能用溫暖感染旁人 像這位從小接受慈濟助學的成大學生 成長路有愛相伴 現在他在客服班陪伴學生 看到他的第一眼 我就覺得我好像看到我自己小時候的樣子 那我也在跟他的互動當中 開始學習如何跟小時候的自己互動 教育不只在校園 教師一言一行都影響學生 讓上人想起五十年前的一個孩子 這個孩子在要去上課 夫人說 你看 你看 我們老師走在鐵機路上 老師叫我們不要走鐵機路 老師的言行是學生的魔 不只教師 志工若法入心 即便沒穿制服 以言一行都能展現慈濟精神 面對著哭難重生 付出無所求 這些都是以佛陀的教法 立靈魂的精神 這些叫做金菩薩 整齊隊伍至公至成發願 如數 勸數 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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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繼續努力 永不停學的 永恆的持續遍佈人間 這樣了解嗎 了解 這樣我就安心了啦 台南靜思堂已經二十年 志工發願要把菩薩精神落實在人間 大海新聞 陳一鎮 鄭若平 台南報導 我的天堂